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再次来到你们中间 今天呢我们试着从文学入手来谈谈信仰 从生活入手呢来谈谈福音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雨果的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这部长篇小说 写的是两百年前的事情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它呢 因为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依然是一个悲惨的世界 按照雨果的意思 只要存在律法和习俗造成的社会迫害 人为的在人间制造地狱 在上帝赋予人的命运之上 强加上厄运 这样的世界就是悲惨世界 那么看今天的世界 我们不仅正在经历可怕的瘟疫 毁灭性武器呢也已经覆盖了全球 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悲惨的境况以外 人们心灵的贫穷和孤独也越来越严重 各种强权不管是政治的强权 经济的强权 科技的强权 舆论的强权 司法的强权等等 对个体的压迫呢也越来越肆无忌惮 一方面人类的知情意 就是知识情感的意志在膨胀 但是另一方面呢 人类的信望爱 就是信仰希望仁爱却在萎缩 和雨果写悲惨世界的时代相比 今天的世界的悲惨程度呢 绝不会比当年少 人们的幸福感呢也绝不会比当年多 其实每个基督徒都知道 世界已经进入了末后的时代 那么怎么办呢 圣经诗篇三十二篇第七节 大卫的诗是这样唱的 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大卫说呀 悲惨世界中有一只得救的乐歌 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 悲惨世界的乐歌 这只乐歌的旋律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爱 神用他的爱来藏你 救你 来保佑你 环绕你 而这正是余果悲惨世界的主题呀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部小说啊 这部小说和作者余果呢 可以说人人皆知啊 他的代表作除了悲惨世界以外 还有巴黎圣母院 消灭人等等 当然其中最杰出的是悲惨世界 自1862年出版以来呀 这部书一直被人们喜爱 在中国呢也没有代沟 很多我们这一代熟悉和喜欢的东西 下一代呢 或者没听说过 或者不感兴趣 但是谈起余果的悲惨世界来 年轻的一代也都谈得来 真的是经得起时间历史的考验的世界名著 那么这个故事的梗概是什么呢 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让阿让是主角 他从小失去了父母 姐姐将他抚养成人 姐姐家里很穷 有一次呢几个外甥饿得直哭 让阿让呢就去一家面包店 偷了一条面包 结果被抓住了 判了五年的苦役啊 在监狱里呢 他四次试图越狱 结果被加刑 加到19年 出狱的时候呢 他的通行证又被盖上了 福过苦意 小心提防的字样 因此呢没有地方留宿他 更没有人愿意给他工作 他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愤怒 一心要报复社会 这时候呢一个主教 名叫蝙蝠如 热情接待了他 半夜里呢 他却偷了主教一套银制餐具逃走了 半路上被警察抓回来 因为餐具上刻着教堂的名字 下面有一个情节 有一段对话 改变了让啊让的一生 也是《悲惨世界》 这部红篇剧作的点睛之笔 我来酱给大家听 门开了 一群狠巴巴的陌生人出现在门外 三个人抓着另一个人的衣领 那三个人是警察 另一个人就是让啊让 一个警察队长向主教行了个军礼 说我的主教 让啊让先前一直垂头丧气 听了这称呼 忽然抬起头来 露出大吃一惊的神气 我的主教他有一些茫然 因为他昨天晚上住在这里的时候 主教没有说他是主教 他还以为主教只是个神父而已 这个时候呢 主教进他高龄所允许的脚步 快速向让啊让迎上去 啊你来了 他大声说 我真高兴看见你 怎么那一堆铸台我也送给你了呀 也是银的你可以变卖二百法郎 你为什么没有一起带走呢 让啊让睁圆了眼睛 瞧着那位年高可敬的主教 他的面部表情绝没有一种人类文字 可以表达的出来 我的主教警察队长说 难道他说的话是真的吗 我们碰到了他 他走路的样子好像是想逃跑的人 我们就把他拦下来看看 结果发现他拿的这些银器 银器上刻着贵教堂的名字 他还向你们说过 主教笑容可惧的岔开说 这些银器是一个老头送给他的 是不是 他在他家里住了一夜是不是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又把他带回到此地 对吧 你们误会了 这是主教的话 即使这样队长说 我们可以放他吗 当然主教回答说 警察当即放了让二让 我的朋友 主教对让二让说 你走之前 别忘了拿上我送给你的那对铸台 他走到壁炉旁 拿了那两个银铸台送给让二让 让二让全身发抖 他僵硬地接住了那两个铸台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现在主教说 你可以放心走了 还有一件事 我的朋友 你再来的时候 不必走后花园 你可以在大街上直接地进来 白天和夜里 他都只上一个活门叉 他转过去朝那些警察说 先生们 你们可以回去了 警察走远了 这时让二让 好像要昏过去了 主教走到他的身边 第一声向他说 永远不要忘记 你曾经向我允诺 你要用这些银子 使自己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让二让想不起他曾隐诺过什么话 他一下子愣住了 接着主教郑重地说 让二让我的兄弟 你现在不再属于恶 而是属于善了 我赎的是你的灵魂 我把他从黑暗和堕落的光景中救出来 交还给上帝 让二让离开主教以后呢 又犯了一次罪 他用脚踩住一个小孩的硬币 然后把小孩吓唬跑了 但是这次犯罪以后呢 他万分的懊悔啊 显然是神的灵 顺着主教的爱 已经进入了他的心 感召他幡然醒悟 果然从此以后呢 沉睡在他心底的良心呢 迸发出来 他成为一个充满人爱的人 他画了名 在一座城市里办工厂 成了富翁 他乐善好使啊 被选为市长 有一次呢 他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批准解雇了一个 靠出卖肉体来养活女儿的妓女方婷 后来他知道了真相以后呢 后悔莫及 就费尽周折 从警察手里把方婷解救出来 当时方婷已经奄奄一息啊 他临死前 把女儿克塞特 托付给让阿让抚养 小说中呢 还有一个尽忠职守的老牌警察 名叫沙威 沙威负责搜捕 失踪多年的苦疑犯让阿让 当他认出这座城市的市长 就是让阿让 就毫不犹豫的逮捕了他 在押去监狱的路上 让阿让设法逃脱了 他找到克塞特 带着他躲藏在一个偏僻的修道院里 多年以后呢 克塞特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姑娘 和一个共和党人马吕斯相爱 当马吕斯得知让阿让是一个带逃犯时 就不再接受他 1832年 巴黎爆发了共和起义 马吕斯身负重伤 让阿让冒死 从下水道把他背出来 这个时候呢 混进起义里的警探沙威 他的身份败露以后呢 被判处死刑 正好呢 又让阿让去执行 让阿让呢 却悄悄地放走了他 后来起义失败了 让阿让呢 又落在了沙威的手里 这个时候的沙威啊 已经被让阿让的崇高人格所感动 但是呢 他也无法背弃自己所忠于的律法 在极度矛盾之下 最后他毅然放走了让阿让 自己戴上手铐 头合自尽了 克塞特和马吕斯结婚了 让阿让一个人过着孤独的日子 这个故事的结尾呢 让阿让被这对年轻人接纳 最终死在了克塞特的怀里 悲惨世界为什么能感动不同的族群 感动不同时代的人 人们呢有三种分析 一种说它是博爱精神 第二种呢 说它是人道主义 还有一种呢 说它是余果的童话 说余果呢 将爱描写成一种无坚不摧的神奇力量 这简直就是一种童话式的描写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啊 熟悉耶稣生命的人来说 我们知道悲惨世界感染力的源头 不是人的博爱精神 而是神对人的爱 也不是来自人道主义 而是来自神道主义 更不是一种童话 而是一种信仰 直接了当地说吧 悲惨世界中的爱 就是耶稣的爱 悲惨世界中的希望 就是耶稣的福音 余果呢 显然知道这一点 他虽然没这么说 但是借着他笔下感人的故事 借着主教 借着让让等人物形象 强而有力地传达出这个好消息 就是在悲惨世界中 唱响了一支乐歌 得救的乐歌 在文学界 有人讲悲惨世界 视为一块文学的圣地 预言说 一代又一代人 都会到他这里来朝圣 其实悲惨世界 更是一块信仰的圣地 他将一代又一代 闪烁着耶稣福音的光芒 站在基督信仰的立场来看 余果用生活的画卷 展示了福音的大能 用一流的文学 诠释了神学的教义 用世俗人可以接受的语言 说清楚了信仰的精髓 不信耶稣的人不愧知道 他们被悲惨世界所感动 实际上是在被耶稣的爱所感动 他们被这个故事所吸引 实际上是在被耶稣的福音所吸引 我希望一切喜欢 余果悲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都能在自己的悲惨世界里 找到得救的乐歌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 悲惨世界中的三个人物 苦一犯让让让代表罪人 也就是每一个真实的人 警察沙威代表律法 包括冷酷无情的律法本身 和忠于职守的司法者 主教编夫汝代表恩典 也就是源自耶稣的大爱 怜悯 饶恕 接纳 从这三个人的关系中 我们可以看出基督信仰的精髓 这个精髓就是 拯救和改变了让啊让的 是主教而不是警察 改变人战胜罪的力量 是爱而不是律法 下面我就结合悲惨世界 从四个方面讲一讲爱的奇妙力量 第一 爱遮盖许多的罪 第二 爱收容被遗弃的人 第三 爱改变罪人的生命 第四呢 神的爱属于每一个需要爱的人 我们先看第一点 爱遮盖许多的罪 一方面 律法追讨罪 这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正因为如此呢 人才惨了 因为按照圣经 人人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神的荣耀 都不能不被追讨 另一方面呢 爱却遮盖罪 这看起来是不合法不合理的 但是正因为如此呢 才叫恩典 才叫怜悯 才叫福音 才叫乐歌 罪人才有出路 那圣经上说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 爱能遮盖许多的罪 我们来看主教敢话让让让那场戏 让让让偷主教的银器 显然犯了十戒的第八戒 就是不许偷窃 那主教袒护他呢 在警官面前说了谎 那犯了十戒的第九戒 就是不许做假见证 一个犯了第八戒 一个犯了第九戒 但是在神的爱里呢 这两个过犯呢 都被遮盖了 神的爱在主教身上 他爱让让让的灵魂要挽救他 就用这个爱 遮盖了让让让的罪 同时呢 这个爱也遮盖了 自己对警察说谎 做假见证的罪 所以啊 如果神的爱在你身上 你自然就会遮盖别人的罪 而不是定别人的罪 那么呢 神呢 就自然就遮盖你的罪 而不是定你的罪 正像耶稣所说的 你们不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请注意啊 罪还是罪 偷窃还是罪 说谎还是罪 都是犯罪 但是呢 如果是出自爱呢 像主教一样呢 这个爱就遮盖了这个罪 为什么爱的权势 大过律法的权势呢 很简单 大家都记得 因为爱是律法的总纲 这是耶稣说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那么保罗在罗马书13章也讲 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像呢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你看说得多清楚 爱就完全了律法 保罗呢 又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讲 爱心是联络全德的 也就是说呀 爱是一切道德的本质 是叫道德成为道德的东西 什么都有却没有爱 就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却有爱 就什么都有了 那么约翰 使徒约翰说的就更绝对了 他说没有爱心的就是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那我们都知道 以前我也讲过 耶稣在讲的末日审判的标准的时候 讲的也是爱 他说区分绵羊和山羊 进入永生或进入永行 要看什么呢 要看是不是爱最小的弟兄 饿了给他吃的 渴了给他喝的 生病的时候 坐监的时候去探望他 对最小弟兄的爱 这就是合乎神的标准 讲两个故事 有一场大饥荒 村子里边每天都有十几个人饿死 有救济粮发下来 却被衙门偷偷的扣留了 那村长就带领几个青壮年 夜里去偷 然后连夜分给乡亲们 救活了很多人 那后来村长当然就被抓了 被杀了 那村里的人呢 却为他立了纪念碑 按照律法 村长聚众偷盗 当然是犯罪 但是村长出于对全村人的爱 宁肯犯罪 宁肯自己被杀 也要去偷 那么他的爱在神眼里 而且在人心里 就遮盖了他的罪 这是一个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 有一本见证书叫密室 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看过 说的是二战的时候 有一个叫柯利的基督徒 他的家里呢 有一个秘密房间 藏了一家犹太人 那个前来搜捕犹太人的纳粹呢 得知他是基督徒以后 就对他说 你在神面前是不能说谎的 你家里有没有藏犹太人 柯利当机立断 毫不犹豫的说没有 既然是爱 驱使柯利 冒犯律法 那么这个爱 就遮盖了柯利的过犯 在神眼里 视他为无罪而有义 让我们再回到悲惨世界 主教为了保护和改变 让啊让 为了拯救他的灵魂而说谎 虽然违反了律法的规条 却成全了律法的总纲 就是爱 换句话说 主教在总纲上 在本质上 在根本上 在真意上遵守了律法 成全了律法 相反反过来 耶稣一再斥责的一些法利赛人 他们苦守律法 却没有爱 他们只是讲律法当成规条来遵守 当成重担来承担 比方说向父母献上哥儿板 献上茴香啊 韭菜啊等等 就不再以爱来奉养父母了 他们喜欢穿长衣游行 假衣做很长的祷告 却没有爱 被称为假冒为善的人 所以法利赛人正好和主教相反 他们遵守了律法的规条 却违反了律法的总纲 也就是说他们在总纲上 在本质上 在根本上 在真意上 没有遵守律法 所以在《悲惨世界》这个故事里头 主教的爱显然是来自耶稣 那么我们来看耶稣 在他对犯坚异的女人的事上 几乎一模一样 那个圣经上记载说 文士和法利赛人呢 带着一个兴淫时被拿的妇人来 对耶稣说 夫子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说 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 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请注意啊 耶稣用违反摩西律法的行为 这种行为会给他带来死的后果 你们知道啊 但是耶稣呢 情愿用这种 被处死的危险的行为 来完成一个对这个罪人的爱 耶稣在这里宣告了 凡是到他这里来的人 罪都被赦免了 因为都被他的爱所遮盖了 他爱我们爱到舍命流血的地步 所以呢 十字架可以遮盖一切的罪 故事的最后一个场景啊 令人身心 圣殿院子里只剩下耶稣和妇人两个人 那些举着石头喊着律法的人 都被律法定罪 从老到少一个个出去了 你不是喊律法吗 耶稣就用律法定你们的罪 把你们赶出去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谁是没有罪的 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这等于说是在律法面前定他们的罪 让他们知罪 让他们认罪 让他们离开 只剩下耶稣和妇人 孤零零站在那里 从终极的意义上说啊 这个场景 是我们要面对的唯一真实的场景 每个人都要独自的 直接的面对上帝 也就是一个个罪人 独自站在有权审判他的上帝面前 这是每个人终极的场景 也是每个灵魂当下的场景 其实每时每刻 我们每个人都在独自的 直接的面对着上帝 在心灵深处面对着上帝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怕 只要信 因为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拆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那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因他得救 这是最关键点 如果只是定罪 而不能让他得救 定罪有何益处呢 如果能让他得救的话 那个罪就已经定了 已经被战胜了 已经被涂抹了 所以一个人单独面对神的审判 就不再是最可怕的时刻 而是最温馨的时刻 乐在神手里 在旧约里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在律法下是一件悲惨的事 但是在新约里呢 在耶稣的恩典下呢 却是一件幸福的事 让而让不就是这样吗 让而让这个大罪人呢 住进神圣的教堂 面对圣洁的主教 他遇到的不是恐怖 而是保护 不是冷酷 而是温暖 不是揭露和审判 而是遮盖和饶恕 圣经里边犯奸淫的女人 面对耶稣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还有税吏啊 妓女啊 强盗啊 浪子啊 麻风病患者啊 形形色色的罪人们 只要到耶稣这里来 不都是被爱所遮盖吗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爱能遮盖许多的罪 好下面我讲第二点 爱收容被遗弃的人 让而让 显然是被世界所遗弃的人呢 他不仅坐了19年监狱 释放出狱的时候呢 通行证上还写着 让而让 19年苦一犯 四次越狱危险人物 这样一个通行证 就等于宣判了他终身被流放 没有落脚之地啊 他白天找不到工作 夜晚找不到住宿的地方 大旅馆小酒店都不接待他 有一次他钻到了狗洞里 结果在狗洞里都不能长久 因为他侵占了狗的窝 在这种情况下呢 让而让对社会的愤怒和仇恨 越积越多 直到他推开了一间教堂 虚掩的大门 年迈的便孵如主教 热情地接待他 不问青红皂白 不问你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就与他同桌吃饭 又留他住下 给他铺上白床单 请看下面的对话啊 很感人 让而让说 你真好 你不鄙视我 让我住在你家里 尽管我告诉了你 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主教说 你不用向我说你是谁 这里也不是我的家 而是耶稣基督的家 这扇门向来不问走进来的人 有没有名字 而是问他有没有痛苦 你有痛苦 你又饥又饿 那么你就是受欢迎的人 我有什么必要问你是谁呢 其实你在我这里已经有一个名字 我早已知道 让而让有点莫名其妙 真的吗 你早已知道我的名字吗 对 主教回答说 你的名字叫我的弟兄 记得我第一次去教会查经班的时候 也是这样 那是在普林斯顿大学 作为流亡者呀 我们那个时候真是活在痛苦中 活在罪孽中 也活在仇恨中 活在恩恩怨怨中 但是基督徒呢 却满面春风 敞开怀抱 不问过去 一见如故一样 推心致富地接待我们 傻乎乎地爱你 傻乎乎地可爱 说实话呀 就是这一点 才吸引了我 不是那些道理 不是那些教义 不是那些规条 我就觉得在这里 跟在世界不一样 有一种反常的爱 也是真正的爱 如果人人要经过正审 如果人人要交代一番 我告诉你 教会留不住人 教会留不住人 所以无论是悲惨世界中的主教 还是我当年在普林斯顿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 他们的爱 就是荒漠中的甘泉 就是黑暗中的光明 就是悲惨世界的乐歌 实际上我想 在任何一间教会的大门内 都应该是这样 都应该住着这样一位牧师 都应该凝聚着这样一群信徒 都应该散发着这样一种 耶稣基督的爱 有人说 不是要认罪悔改吗 不认罪悔改 怎么能进教会呢 怎么能得到神的爱呢 怎么能用得救的乐歌呢 实际上啊 如果在设罪的恩典之下 认罪就是必然的 是不是这样 面对神设罪的恩典 罪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这难道不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吗 这甚至就是一件必然的事 让而让在主教面前不就是这样吗 妓女 淫妇 瑞吏 在耶稣面前不也是这样吗 都是这样 得救的逻辑就是这样 这就好像仆人欠主人一千万两银子的债 主人说 我要全部赦免你的欠债 你是不是欠我一千万两银子 是不是 仆人一定说是的 我是欠你一千万两 想一想 如果不是主人的恩典已经在先 如果仆人不认识 不相信主人是怜悯的主人 是恩典的主人 是大爱的主人 那么他认债就没这么坦然 就没这么自然 没这么轻松 也没这么必然 所以神先爱我们 神无条件的爱在先 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他就已经替我们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信仰的真谛就是 恩典已经在先 神先爱我们 接纳我们在先 这是基督信仰区别于 一般的道德律法宗教的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说 神的爱是没有理由的 爱本身就是理由 爱本身就是让让让被爱的理由 主教为什么爱让让 主教的爱本身就是爱让让的理由 神的爱是源头 耶稣的爱本身就是罪人被爱的理由 不是让让痛改前非 喜心革面了 主教才爱他 也不是妓女从良了 耶稣才爱他 正好相反 是爱是耶稣的爱 感召他们幡然醒悟 改变他们的生命 激励和引导他们过一种新的生活 这是下面我要讲的内容 实际上回到人的本相 我们不能不诚实的说 如果没有上帝白白的恩典 没有上帝的赦免和接纳 没有上帝无条件的爱 我们中间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存活 哪怕一天 这一点也不是夸张 想想阳光吧 想想雨水吧 想想空气和大地吧 想想我们自己比万物都鬼扎的心吧 阳光照着我们 不管我们好歹 雨水降临下来 不管一人和不一的人 空气大地万物生生不息 大自然是不是无条件地养育着我们呢 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爱吗 不都像母亲爱孩子一样的爱吗 在旧约律法时代呢 设立逃城 保护那些被仇人追杀的人 那么到了新约的恩典的时代呢 基督信仰就不再仅仅是逃城 而是家 是浪子的家 就像主教所说 是耶稣基督的家 耶稣亲口讲的浪子回家的故事 就是雨果悲惨世界故事的一个原型啊 其中父亲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就代表上帝的心肠 就代表基督信仰的精益啊 当你在世界遭难了 迷失了 被遗弃了 连猪食也吃不上了 总之当你的世界悲惨了 你就可以回家 上帝的爱会收容你 拥抱你 像主教对让让让一样 像父亲对浪子一样 像那个普林斯顿的基督徒们对我一样 完全是无条件的 老父亲接纳小儿子回家 有没有条件 没有 什么条件都没有 回来就好 如果说有条件也有 那么接纳小儿子回家的唯一条件是什么 就是他回家 吃免费午餐的唯一条件是什么 就是你吃 到耶稣这里来的唯一条件是什么 就是你来 信耶稣得永生的唯一条件是什么 就是你信 就这么简单 就像礼物白白给你 唯一的条件就是你收下 很多人呢 就是因为这份爱和恩典太无条件了 太简单了 所以怀疑 所以不信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谁信呢 许多人不知道 在上帝的恩典下 就像在阳光下一样 以律法为标准的评价系统 已经无效了 在主教的爱里 沙威的法律不是全然无效了吗 在耶稣的爱里 摩西的律法不是全然被成全了吗 这就像在家里做儿女的时候 跟在外边做奴仆的时候 大不一样 身份和待遇大不一样了 保罗说你们不再是奴隶 你们是儿子呼叫阿爸父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爱收容被遗弃的人 那么第三点我要讲 爱改变罪人的生命 我们知道律法是对付罪人的 但是到头来 一部人类文明史证明 律法对付不了罪人 因为他只能惩罚罪人 他不能改变罪人 这种情况在社会上和在宗教里是一样的 让阿让服了19年的苦意 他的生命改变了吗 没有 他更愤怒 更凶狠 更可怕了 让阿让出狱之后呢 被法律治愈全社会的监督管制之下 那么他的生命改变了吗 没有 他的报复心 他犯罪的动机更强烈了 只有当他遇见主教以后 只有当主教神上 耶稣的恩典大爱临到他以后 他的灵魂才被唤醒 他的生命才被改变 当他无处容身的时候 这份大爱接纳他 当他被人鄙视的时候 这份大爱尊重他 尤其当他再次犯罪 偷了主教的盈弃 被警察抓回来的时候 这份大爱出乎意料地遮盖了他的罪 主教说 让阿让啊 你怎么忘了把我送你的银铸台也拿走呢 按律法说 这是一个犯戒的假见证 因为主教压根没说过这话 让阿让也压根没听说过这个话 但是这个时候是爱 律法的总纲在主导一切 这个时候呢 主教对让阿让说 我把你的灵魂从黑暗和堕落中救出来 交还给上帝 这是让阿让生命更新的转折点 一生的转折点 以前在律法下 让阿让服了19年苦行 结果心更刚硬 19年后在神的恩典下 他第一次流出了眼泪 从此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商人 市长 更重要的 他是一个充满耶稣大爱的人 是一个恩典的见证 在《悲惨世界》这部长篇小说中 有各色各样的人物 这个罪犯让阿让 是其中最好的一个人 这就是余果的震撼之笔 成功之处 他成功的证明了一条耶稣的真理 就是律法不能救人 恩典才能救人 那么在圣经的记载里呢 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就是睡了一掌撒该的故事 如出一辙呀 圣经是这么记载的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做睡了一掌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看不见 就爬上桑树看耶稣 耶稣到了那里 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撒该对耶稣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要让一个财大气粗 贪得无厌的水利长 改邪归正 用律法有可能吗 用道德说教有可能吗 用批鞭抽有可能吗 都不可能 不仅改邪归正啊 而且是捐出一半的财产 分给穷人 四倍偿还 他曾经讹诈过的人 这么翻天覆地 面目全非的变化 仅在一会儿的功夫 耶稣一进他的家门 很快就发生了 发生的这么心甘情愿 这背后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这就是奇异恩典的力量 这就是爱的力量 当耶稣一眼看见撒该的时候 他比谁都清楚的知道 撒该是个罪人 不仅是个罪人 而且还没有认罪悔改 这个时候耶稣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我用一个词啊 叫做恩典疗法 耶稣没有论断他 没有让他先认自己的罪 而是爱他 接纳他 恩待他 把他当朋友 对他说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就这一句话 撒该就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耶稣的爱是怎么感动和震撒撒该的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耶稣喊他名字的时候 他首先是吃了一惊 你怎么知道我 你真是先知啊 那么你一定知道我多坏了 你一定知道我做了哪些 坑崩拐骗的坏事了 撒该正在心里不安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耶稣说的另一句话 我要住在你家里 你说这个刺激有多大 从来没有哪个正派人 愿意住他的家 因为他在犹太人的眼里 是个汉奸头子 是个可恶的人 是个卑鄙的人 这个汉奸头子撒该 想要认识耶稣 要看看耶稣到底是个什么人 耶稣一句话 就让他看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撒该 我知道你是谁 我全知全能 但我不嫌弃你 我爱你 神的爱可以叫一个恶人 瞬间生出悔改的心 虽然悔改是一个过程 但悔改的心是被爱感动 在瞬间萌生的 爱靠什么战胜罪 靠的是圣灵的感动 其实在家庭生活中 在日常生活中 爱都是法宝 很多时候你讲道理没有用 你摆律法没有用 打也不是 骂也不是 红也不是 什么办法都没用 但是你去爱他 无条件的爱他 横丢忍耐的爱他 他就会改变 爱就是战胜罪的力量 如果说律法是显明罪的标识 那么爱就是战胜罪的力量 律法主义者不懂得 唯有恩典才能胜过罪的道理 他们说光讲恩典 光讲爱不对付罪怎么行 会在恩典中堕落的 当年保罗就被人这么指责过 其实人的理论上的争论 没有太大意义 唯一有意义的是 回到耶稣这里来 看看耶稣是怎么对付罪的 看看撒该是怎么悔改的 看看各式各样的罪人 是怎样被耶稣的恩典 感召而改变的 也来看看让让让是怎么重生的 绝不是光讲爱不对付罪 爱本身就是对付罪 唯有爱才能对付罪 唯有爱是战胜罪的唯一的法宝 悲惨世界就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 在让让让身上 19年的苦意无效 全社会的监管无效 唯有主教身上耶稣的大爱 一次拯救 便永远地拯救了让而让 一次改变便一生改变了让而让 后来在让而让的人生路上 虽然律法对他依然很残忍 社会和舆论对他依然很无情 但是神的爱已经在他心里扎根 就像一道永恒的光 不仅是他自己活得亮堂堂 也照亮每一个认识他的人 包括照亮我们这些 悲惨世界的忠实读者 借着这本小说认识他 也被他照亮 好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爱改变罪人的生命 下面我讲第四点 神的爱属于每一个需要爱的人 如果我问你 你需要爱吗 你会说这还用问 谁不需要爱 好那么我告诉你 只要你需要爱 神的爱就是你的 神的爱属于每一个需要爱的人 所以这叫福音 这叫好消息 这叫大喜的讯息 有人会反问 这是谁说的 我告诉你这是耶稣说的 耶稣来到世界上 所说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告诉人类 上帝的本相什么样 我再重复这一点 耶稣到世上来 就是把上帝显明给我们看 因为我们人类在寻求上帝 在揣摩上帝 宗教告诉了我们五花八门的上帝 我们谁也吃不准 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真是假 上帝的本相什么样 怎么相信才不会错 最可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看耶稣什么样 耶稣什么样 上帝就什么样 耶稣亲口说 你们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我与父缘为一 圣经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 唯有他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圣经又说 耶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上帝本性一切的丰富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 如此等等 所以寻求认识上帝的人 或者自以为已经认识了上帝的人 都需要深思 你心目中的上帝 是不是以耶稣为标准 如果不是你就要矫正 如果是 那么你就得认认真真的 看看耶稣到底什么样 体会耶稣的心肠肺腑 看看耶稣的爱是怎样的爱 耶稣来到世上 恩待罪人 斥责法利塞人 为什么 他用日头雨水解释爱 将一切律法概括成爱 为什么 他给门徒的命令是爱 他舍命活出来的也是爱 为什么 耶稣所说所做的这一切 就是告诉我们人类啊 上帝就是爱 上帝爱世人 不要道听途说 不要胡乱猜测 不要上当受骗 不要被魔鬼恐吓 欺骗 上帝就是爱 上帝爱世人 上帝的爱 不惜一切代价 也不带任何条件 像日光 像雨水 像大地 不错 只要忠实于圣经所记载的耶稣 就会发现耶稣的生命 不是僵硬的宗教 也不是无情的律法 而是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恩典 他不是追讨罪 而是遮盖罪 他不是遗弃罪人 而是接纳罪人 他不是惩罚生命 而是改变生命 在悲惨世界的故事里啊 主教所代表的 就是耶稣的爱 让而让所遇见的 就是耶稣的爱 正像淫妇 妓女 顺利 浪子 强盗和麻风病人 各式各样的罪人 只要来到耶稣面前 就得到耶稣的爱 其实这样说起来 上帝的爱 早就已经等在那里了 等待着每个需要他的人 前来支取 支取这一份 属于他 等候他的爱 主教对让而让的爱 是遇见让而让以后 才属于让而让的吗 我再说一遍 主教对让而让的爱 是遇见让而让之后 才属于让而让的吗 显然不是 这个爱早就属于让而让 早就在等候着他来敲门了 所以圣经上说 扣门的就给你开门 寻找的就寻见 那么这个爱 只属于让而让吗 也不是 这个爱属于一切需要爱的人 属于各种各样缺乏爱 寻求爱的人 也包括你和我 主教曾经对让而让说 以后你再来这里 不必走后院 你随时可以从大街上的正门进来 那个门不管白天和夜晚 总是开着的 这个教堂的门 就是上帝的家门 就是爱之门 凡是无家可归的人 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凡是需要爱的人 这里就有他们的爱 这个门一直向所有人开放 这就像太阳一直挂在空中 昼夜发光 照耀着大地 在悲惨世界的故事里 神的爱临到让而让 也传承给让而让 这个爱在让而让身上 照样属于每个需要爱的人 照样无条件的遮盖和接纳罪人 也照样改变罪人的生命 比方说 那个不幸的妓女方婷 得到了这个爱 让而让千锋百计的 将他从警察手里拯救出来 他的可怜的女儿 克塞特也得到了这个爱 让而让历尽艰辛的 将他抚养成人 每一个和让而让擦肩而过的人 都从他身上得到了这份爱 神的爱 耶稣的爱 有主教传给他的爱 就连对他穷追不舍的仇敌 沙威警官 也得到了这个爱 就是在沙威要被处死的时候 让而让放走了他 在他该死的时候 让而让却救了他的命 他的良知和灵魂呢 也因此而苏醒 这就是神的爱 属于一切需要他的人 他就像阳光 只要你寒冷 需要温暖 阳光就属于你 这就像雨水 只要你干渴 需要滋润 雨水就属于你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你孤单 需要陪伴 只要你软弱 需要力量 只要你恐惧 需要保护 耶稣的爱就属于你 在这里啊 需要很重要 很关键 因为神的爱 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呢 就像水往滴出流一样 所以耶稣才说 贫穷的人 谦卑的人 痛苦的人 是有福的人 还记得主教对让让说的话吗 你不用向我说你是谁 这扇门向来不问走进来的人 有没有名字 而是问他有没有痛苦 就是这个意思 圣经记载啊 一个患血漏的女人 久病不一 极其痛苦 挤过人群来摸耶稣的衣裳 一摸病就好了 那耶稣问门徒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说主啊 这么多人拥挤你 你还问谁摸你的衣裳吗 耶稣说 不 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 很显然神的能力 神的爱 只给需要他的人 换句话说 这大能和大爱 就在耶稣身上 谁需要他 就属于谁 所以呢 这个痛苦的女人 需要他 一摸他的衣裳 就得了医治 而那些看热闹的人呢 是来看热闹 逼不带着自己的需要 所以即使拥挤耶稣 也得不到什么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也是这样 你如果感觉到你自己不需要神 那神的爱就领不到你 但是如果你感觉到你自己的可怜 孤独 无助 丑陋 软弱 你需要神的爱 那神的爱就是你的 什么时候需要 什么时候他就给你 还有一点 血漏女人和让啊让 不仅有痛苦 有需要 他们还采取了行动 什么行动呢 就是血漏女人伸出手去摸耶稣的衣裳 就是让啊让伸出手去敲教堂的门 去推教堂的门 神的爱来者不拒 但是你得要来才行啊 你得要信才行啊 这是得到神的爱的关键的一步 这里我再查一个故事 就是耶稣 接近麻风病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不仅关乎神迹和医治 更关乎爱 耶稣的爱属于麻风病人 属于这个被世界弃绝的人 被世界宣判了死刑的人 但是如果麻风病人 没有不顾一切的信心和行动 而是按照律法 按照规条 远离人群 一靠近人群就喊 我不接近 我不接近 离开我离开我 那这样的话 他就与耶稣的爱无缘了 对不对 所以要想得到神的爱 首先要认识神就是爱 相信神就是爱 相信这爱 遮盖被律法追讨的罪 相信这爱 接纳被世界遗弃的人 相信这爱 能改变罪人的生命 相信这爱 属于每一个需要爱的人 有了这样的认识和相信之后 你就会采取不顾一切的行动 伸出手 迈开脚 敞开心 到耶稣这里来 去迎接你命定中的那份爱 也许你还不是基督徒 也许你已经是基督徒 那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呢 希望你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到耶稣这里来 领受爱 活出爱 像让让让一样 那么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 希望我们反省自己的信仰 聚焦点是不是耶稣 自己的生活 侍奉和心思意念 是不是藏在耶稣的爱里 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 是不是像主教对待让让让一样 以爱来遮盖接纳他 以爱来改变他 是不是带出了福音的光明 带出了福音的力量 带出了得救的乐歌 不错啊 世界的确是悲惨的 但乐歌也在四处唱响 因为神的爱从来不缺席 到处不缺席 因为神就是爱 这爱属于一切需要他的人 所以悲惨世界感动人的 不是世界的悲惨 而是悲惨中的得救的乐歌 悲惨世界要告诉我们的 也不是人间的无情 而是上帝的大爱 所以换句话说啊 不管世界多么悲惨 不管人间多么无情 我们都应该像大卫一样 想爱我们的上帝说 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以得救的乐歌赐面环绕我 这也是我们的祷告 天父啊 谢谢你 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来到这世界上 讲你自己的真相 向我们显明出来 这真相就是大爱 就是无条件的爱 就是接纳的爱 饶恕的爱 改变生命的爱 主啊 我们需要你 需要你的爱 进入到我们的心中 陪伴着我们度过人生 生活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 你的爱就是得救的乐歌 你的爱就是避难所 就是我们的山寨 就是我们的磐石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认识你 相信你 投靠你 与我们同在 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明镜与点点栏目